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记得应该是87年 我们在上海万人体育馆 他唱了一首歌 震得我浑身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一帮小孩啊 好几十个小孩 拿着两个那个蜡烛 让我们叫希望 我一下我就受不了了 天啊 在后台我说这女的 嗯 好歌手啊 学峰也是经历了一次大事 你知道吗 哦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在广州的时候 我们在广州太平洋那时候 经常在一起演出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但后来你知道吗 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他的事可不比你小 我就来北京又去国外等等 所以我们就有很长时间 就失去了这种联络 你知道吗 学峰比你可严重多了 他是昏迷了多少天啊 脑出血啊 脑干出血啊 脑干出血 脑干出血啊 然后他躺了多少天啊 一个多月吧 我们算不上陪伴你过来的人 你当然当然当然 真的是啊 绝对是 那个时候他那首歌 火的时候你在哪里了 老乡见老乡 他在广州 他在太平洋 对 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演出 因为他已经好胖了 他那时候好胖 我们都管了叫小胖子 然后有一次演出 那个台可能搭得也不够很结实 他还唱还跳 光是一下抬塌了 鞋拔不出来 就掉下去了 鞋拔不出来了 然后那个鞋就直接拔不出来 当时咪咪是在你们这里边 活得比较早的人吧 太早了 偶像集啊这是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唱成名啊 我其实当时在广州的时候 就是在我参加清歌赛之前 八九年的时候 我还在广州还是还不错 然后 非常好 对 然后我呢就是 由于在广州的那个成绩 所以广州电视台选送了我到 就代表广东地区吧 到中央台参加清歌赛 对 所以就事业就是 其实也是从广州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始的 也就是说 然后你来参加那个清歌赛 然后一唱就唱成了第一名 是吧 对 真的是 霸桥柳 是不是 霸桥柳 当时是我复赛的时候唱过 决赛的时候没唱 偶像吗 天哪 祈祷那个时候 他真的唱的 我浑身鸡皮疙瘩 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 就听他唱的 对 一帮孩子那唱 后来那一唱的越来越好 就很多歌曲了 霸桥柳啊什么 他有蓝蓝的听 蓝蓝蓝的夜 蓝蓝蓝蓝 对 还有公关小姐当时 公关小姐 对 公关小姐那个 你唱完以后火得不行不行的吧 那时候那首歌的确是 整个的 好像全中国大街小巷都在放 怎么唱来着 自从踏进 茫茫人世间 穿过了春天到秋天 我上次不见了春天到秋天不见了春天 谢谢大家